一夜之间 库房内480瓶高档白酒 不翼而飞 本该成为破案关键的监控探头 究竟被谁动了手脚 一辆行踪鬼魅的白色酒车 与盗建案究竟有没有关系 价值近百万元的高档白酒 究竟能不能被双桥警方成功追回 隔墙有酒 天网满目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感觉这个案子确实是比较蹊跷 李先生是河北省称的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员工 负责给公司的老板开车 2016年1月26日上楼 由于老板中午邀请客吃饭 李先生来到老板家的车库 准备拿起瓶存放在车库中的白酒 这间车库中还有一个仓库 主要用于存放白酒 当李先生打开这个仓库的防盗门后 却马上感到了一些异常 我一拿酒的时候呢 我一会说我发现我背后的一些那个酒怎么没了 是空的 当时是特别特别的着急 难道是有窃贼进入了车库 李先生马上拨通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的河北省成德市公安局 双桥分区的办案民警立即出发 前往案发现场 盗窃车库的不常见 往往都是一些盗窃一些居民小区的地下室 到达现场之后 民警马上向李先生了解背道白酒的情况 经过清点 背道白酒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民警的想象 大概是40多件 这个茅台各种 这个年限的15年的 有这个特供的400多瓶白酒 然后价值将近100万 背道的小区 位于成德市区中的一座公园旁边 而背道的车库 紧挨着公园中的一座山 民警了解到 李先生的老板就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 当初在建造车库的时候 特意对车库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改造 人为造了一个 就跟防空洞那个意思似的 人为着凿了一个 然后在这个防空洞外边 他又盖了一个车库 里边主要是存放这些 这个白酒和洋酒 外边他停放车辆 由于仓库中的白酒价值不菲 当时在仓库外 还特意加装了一道防盗门 这样两道门应该是万无一时 是吧 大家就没想到这种情况 据李先生回忆 就在前一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他还去过车库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 当时那些背道白酒 还在车库内 通过他的回忆 能及时就是说把这个案发时段 然后提供的比较准确 案件极有可能是在1月25日深夜 和1月26日凌晨 这段时间内发生的 李先生还表示 在他发现背道之前 进入仓库取酒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到两道门有什么异常 当时我的车库门也锁着 然后呢我里边门也锁着 那么会不会有其他人 拥有这两道门的钥匙 从而进入了车库之中 将白酒倒走呢 但是李先生马上否认了这种可能 别人没有钥匙 就只有我 只有我自己有的钥匙 李先生表示 两道门的钥匙一直都在他身上 从来没有外借 办案民警注意到 除了背道白酒之外 仓库中还存放着 大量的其他品牌的白酒和红酒 也都肯名贵的 但是呢别的酒呢没有动 就只把我的猫台给我拿走了 这些酒同样价值不菲 但是窃贼却没有将它们一并偷走 像中国的高档名酒 猫台 五粮液 还有一些国教 一般的这个价格比较透明 可是红酒呢 一些地益盲盲的一些国外的品牌 国内品牌比较混了 它对这方面的价格可能不是很了解 出手可能比较困难 在向李先生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之后 负责现场勘察的民警 马上进入了车库 并首先对车库的两道门进行勘业 锁眼 这个包括这个车库的门 和这个防空洞这个防盗门 这个翘痕不是特别明显 应该是 当时我们现场分析 应该是技术开锁 而在两道门上 民警并没有发现 一次窃贼留下的指纹痕迹 还是作为伪装 比如说戴了手套了 或者是他有比较专业的 这个翘索工具 在被盗的中心现场内 负责勘察的民警 同样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读迹 指纹或者是作案工具 这些东西 办案民警判断 窃贼作案技巧熟练 且十分狡猾 应该具有比较丰富的作案经验 案发现场的两道门 平时都是关闭的状态 而且车库位于小区内的道路旁 位置比较显眼 要想悄无声息地进入车库 实施盗窃 难度十分大 通过现场勘察 民警注意到 车库南侧的墙上 还有一个通风口 大约三十乘三十吧 很小的一个天窗 从这个通风口 可以避过车库外的卷帘门 直接进入车库内 但是这个通风口太过狭小 而且距离地面较高 一个成年人 要想从这里进入车库 十分困难 这个通风口当时我没有考虑 因为这个通风口比较窄 犯罪嫌疑人到底是如何进入车库 并成功盗走四十多箱白酒的呢 办案民警也感到十分不解 当时感觉这个确实比较气息 难度比较大 案发时间临近春节 正是一年当中高档白酒交易的高峰期 办案民警判断 窃贼在盗窃得手后 很可能会选择马上销赃 这些高档名酒 有可能就是说送礼 或者说低价抛售 都非常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说有可能非常短时间内 就都被市场消化掉 对这种情况 双桥警方必须加快案件的侦破速度 先早确定嫌疑人的身份 避免受害人遭受到经济上的重大损失 一处正对案发现场的监控探头 为何会偏离了方向 深夜之中 一辆行迹可疑的白色轿车 进入警方视线 窃贼极力伪装 嫌疑车辆的身份之谜 能否破解 隔墙有酒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6年1月26日 河北省称的是双桥区 某小区车库中的 400多瓶高档白酒被盗 当时报案件是98万七千多 在咱们近几年所谓的入水盗窃的案件里头 应该算是数字比较大 民警在案发的中心现场没有收获 双桥警方立即展开下一步行动 经过讨论 当民警决定兵分三路 一组民警在案发小区内展开走访 寻找目击证人 一组民警对窃贼在城的室内可能进行销赃的地点进行调查 而另外一组民警对小区内的监控进行研判 寻找窃贼的踪迹 通过对案发现场附近的观察 办案民警发现 就在车库的不远处 有一个监控探头 似乎可以拍摄到案发现场 这个车库正常是受害人 这个开发商自己家的车库 所以他专门 原来专门有一个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专门照着他这个车库的正门口 办案民警立即赶往贝道小区监控室 调查可疑时间段内 这处监控探头的录像 但是当调取了这段录像之后 监控画面上所呈现出的内容 却让办案民警感到十分意外 发现这个摄像头 照不到这个正门口 能看到这个车库门前 大概五米到十米的距离 这么一段区 监控本来应该是正对着车库 为什么现在却照不到车库了呢 监控室内保安提供的一条线索 马上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保安巡逻的时候 发现这个探头比平时偏移了很多 角度偏移特别大 原来小区的保安 在1月25日23点左右的时候 曾经就注意到监控探头的位置 发生过变化 探头高度在三米左右 不在外地的影响作用下 它不会偏移那么多 当时值班的保安并没有多想 马上利用工具将监控探头的位置复原 但是角度也不如原来那么理想 直到这个案件发生 他才想起来 这个可能是有人对这个小区 这个车库踩过点 虽然监控的位置被人为的移动过 但是班民警依旧对这段监控展开了细致的研判 由于夜晚在小区内行驶的车辆与行人并不多 很快民警就有了发现 监控视频显示 2016年1月26日凌晨1点25分 一辆白色轿车出现在了监控探头之下 随后汽车调整了一下位置 车尾冲着被盗车库的方向 慢慢的倒车 朝被盗车库的方向逝去 最终汽车在靠近被盗车库的位置停了下来 但是由于监控角度的原因 汽车的车门正好卡在了监控的拍摄范围之外 它这个监控啊 当时它这个就是说效果不太好 照的范围窄 咱们只能看到一点就是画面 虽然无法看到有人从车上下来 但是汽车停放的位置十分可疑 三分钟之后 民警注意到汽车副驾驶的车门忽然打开 应该是有人上了车 在车门关闭后 白色轿车朝小区的正门方向逝去 当时不能确定这辆车跟这个透酒的范围窄人有关系 但是感觉这辆白色的车比较可疑 办案民警马上询问了案发当晚值班的保安 是否注意到这辆可疑的白色轿车 保安表示 小区内24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巡逻 但是当时确实没有人注意到 小区内有可疑的车辆 他们可能也是等这个保安巡视完一圈 然后回到保安室休息交班的时候 然后他们可能打这个时间差 然后快速的作案 窃贼的作案手法老练狡猾 在回到公安局之后 民警继续对这段监控视频进行研判 挖掘更多的线索 通过反向追踪 民警发现这辆白色轿车 在2016年1月25日23点30分 就已经进入了小区 他在那停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 他又换了一个位置 白色轿车多次出现在小区内的不同位置 办案民警明显地感觉到 这辆车并不是在漫无目的的行驶 一直在这个别道车库附近转悠 虽然通过监控视频 无法看到有人往车上搬酒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这辆白色轿车的目标 就是被盗的车库 也是出国怀疑这辆车的作案嫌疑很大 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办案民警始终没有发现 有人从车上走下来 我们怀疑他也是在等这个车少人少 他在作案 夜晚小区内的监控 画面质量有限 白色轿车的车牌一直无法看清 但是通过反复研判视频 细心的民警仍然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 就在白色轿车停在监控探头之下的时候 由于周围的光影变化 白色轿车所悬挂的车牌 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显露了真容 办案民警马上针对这副车牌展开调查 但是民警发现 这副车牌登记的车辆 与监控中出现的白色轿车相比 无论是外贸还是品牌 都有很大的差别 白色的车挂的是一个假牌子 我们当时就感觉这辆白色车车 这个嫌疑更高了 双轿警方相信 这辆白色轿车就是 窃贼驾驶的作案车辆 办案民警立即对这辆车 离开小区后的轨迹展开调查 并发现现役车辆 一路是向成德市区的东南方向 一直到施济城方向 但是施济城再往前 那块的监控就是坏了 然后看不到这辆车去了什么地方 视频追踪被迫暂时中断 办案民警只能调取更多的监控视频 来查找嫌疑车辆的轨迹 这辆可疑的白色轿车 会不会再次出现在双桥警方的眼前呢 可疑的白色轿车再次出现在被盗车库门口 深处鬼谋 白色轿车竟在同一地点连续两次消失 嫌疑车辆终于现身 警方能否就此锁定倒酒在意 隔墙有请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就在双桥警方继续查找嫌疑车辆行驶轨迹的同时 民警对承德室内一些收受高档白酒的场所进行了调查 走访了一些 但是他们都是散着收的 像这么大批量的 没有承德本地没有这么大批量收过这些高档白酒 邦安民警判断 妾贼选择在本地消赃的可能性很小 承德这个高档白酒的消费市场比较小 当时我们感觉可能还是大城市 消往大城市的可能性比较大 比如说北京或者天津 如果被盗白酒被窃贼消往外地 将极大的影响到警方后期的追赃工作 追赃是一个重要程序 因为涉及到它这个物品的坐驾 同时也是给那个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 各条战线的工作在有条部门地进行着 而案件侦破的重点 依然是寻找嫌疑车辆的行驶轨迹 通过观看监控视频 民警注意到 窃贼所驾驶的是一辆两箱轿车 车内空间不大 而被盗的四十多箱白酒大小不一 总重量大概在250公斤左右 体积应该在1.5立方米左右 要想利用这辆两箱轿车 将这些白酒一次性运输走 几乎是不可能的 嫌疑车辆在凌晨1点30分离开被盗小区的时候 四十多箱白酒应该还没有全部被盗 我们当时分一起这辆车 很有可能再翻回来 再去到这个车库内搬酒 大安民警继续对被盗车库门口的这段监控进行研判 果然在离开被盗小区二十多分钟之后 白色两箱轿车又一次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之内 监控视频显示 2016年1月26日凌晨1点53分 白色两箱轿车从小区大门的方向开了过来 民警判断 此时窃贼已经将第一次盗走的白酒 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这一次这辆车没有在小区内进行过多的停留 而是直接开到了被盗车库门前 依然是把这个车屁股甩到这个被盗车库门口 白色轿车停车的位置比上次更靠近车库 从监控中依然看不到是否有人下车 但是民警确定 此时窃贼正在往车上搬运白酒 凌晨1点57分 汽车再次启动 远路返回 离开了小区 出了小区 又顺着这个石栋沟路 副入院这个石栋路口 顺着第一次这个路线又到了这个石栋城小区 而嫌疑车辆又一次在这个地方逃避了警方的追击 第二次我们发现它消失了以后 当时我们感觉就是这个工作进行不下去了 嫌疑车消失的地点附近有两个路口 以及多个小区 妾贼究竟是去了哪里 邦安民警暂时并不清楚 但是通过分析 妾贼两次盗窃的时间相隔23分钟 在深夜车辆稀少的情况下 从被盗小区开车到嫌疑车消失的地点 七八分钟便可到达 往返的话应该是在20分钟以内 咱们分析它卸货的时间也就五六分钟 卸完货 然后那两分钟呢 它就是开车走的路程 所以说咱们分析它卸货的这个地点 离这个石济城社区服务站不远 大安民警立即将侦查的重点 锁定在附近的几个小区之中 钓鱼台附近有一个小区 这个小区呢 晚上这门是开着的 其他的还有小区入口 但都是封闭的 只有这个小区是开着的 然后咱们就大胆地推测 它是不是把这个酒搬到这个小区了 大安民警首先赶到了这个小区 通过调区案发时间段小区内的监控 民警发现白色轿车曾先后两次进入这个小区 并且每次都会停在同一个车库门口 画面质量不好 看不清这个他们具体在干什么 只是隐约能看到车上下来两个人 但是汽车在停留的过程中 灯光始终没有熄灭 细心的民警发现 汽车的灯光前市场有人影闪现 模模糊糊的好像是在搬运东西 凌晨2点11分 白色亮相轿车在案发当晚 第二次离开了这个小区 当时基本可以确定 歇货的就是在这个小区的某一个车库 通过小区物业提供的信息 民警得知 窃贼藏匿赃物的仓库 属于小区内的一位业主 但是通过调查 民警发现 车库的主人似乎并没有作案的动机 在不确定车库主人与窃贼关系的情况下 办案民警没有在小区内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虽然在小区内的实地调查暂时终止 但是 双小警方继续对这个小区内的监控视频进行研判 寻找新的线索 与此同时 办案民警对悬挂着假牌照的白色轿车 在案发之前的轨迹展开调查 在这个一个月之内 发现这个白色轿车经常出入于这个大通口小区 所以我们当时怀疑这辆车很有可能 这个车主就落脚在这个大通口小区附近 办案民警马上赶到了白色轿车经常出入的小区 寻找这辆车的深意 对这个小区 然后逐楼逐停车场 那开始就是走访 开始调查 很快民警就发现了一辆 与嫌疑车辆信号相同的白色轿车 停在小区内的一栋居民楼前 小心谨慎的民警在确认了车主不在附近后 立即走上前去进行调查 通话的是已经不是作案的时候那个牌照了 然后是一辆是一个北京的牌照 通过我们那个比对的话 从网上查询这个车牌的那个车主是一个女性 难道这辆车并不是弃贼所驾驶的作案车辆 负责侦查的民警很快注意到了这辆车的尾部 有一处碰撞痕迹 在后的保险杠的左后位置上有一块碰撞掉漆的痕迹 然后露出一块黑色的底漆 民警对这个特征并不感到陌生 因为在之前对嫌疑车的行驶轨迹进行研判时 民警也注意到嫌疑车上有相似的碰撞痕迹 我们做了一个比对发现这辆车的这个车尾部的刮痕痕迹是完全一致 所以我们就认定这辆经恩牌照的白特辆车车 就是先前实施道谢的那个嫌疑车辆 在确认了这辆车就是作案的嫌疑车之后 邦安民警马上在附近对这辆车进行蹲守 等候司机的出现 但是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在遵守了一天一夜之后 这辆车的司机却始终没有现身 一条住宿信息 让妾贼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 又一辆白色汽车出现 他在案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真相大白 妾贼的身上竟然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隔墙有酒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双校警方在称德市的某小区内 锁定了妾贼所驾驶的作案车辆 但是长时间的蹲守过后 汽车的司机却一直没有出现 有可能这个司机在实施盗窃以后 准备销声匿迹一段时间 虽然蹲守暂时没有任何结果 但是双校警方一直保持着对嫌疑车辆的视频追踪 查找这辆车在案发当晚的最终去向 通过反复观看监控视频 民警发现 嫌疑车辆在1月26日凌晨2点多的时候 进入了承德市区内一家酒店的停车厂 民警马上赶赴那家酒店 调取了酒店当晚的入住信息 通过筛选 民警锁定了一位 在1月26日凌晨2点40分登记入住的房客 是承德双校区的一个本地人姓陈 我们当时感觉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实施盗窃的犯贷嫌疑人 最后 办案民警调取了酒店楼道内的监控录像 并注意到当时陈某的身边还有一名身材较瘦的男子 与陈某一起进入了酒店的房间 那么 这个人会不会是陈某的同伙呢 当时宾馆登记了 只登记了一个陈某一个人的个人信息 所以就没法获取另外一个人的这个信息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方决定 在确定了犯罪团伙所有成员的身份之后 再将窃贼一网打尽 很快 负责视频研判的民警 又传来了新的消息 他们在窃贼藏匿赃物的小区又有了新的发现 2016年1月26日上午9点37分 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和白色两箱轿车 先后进入了小区 随后冰牌停到了窃贼藏匿赃物的车户门口 从两辆车上下来的两个人 在车户前逗留了十分钟后 慢慢的向监控探头的方向走来 驾驶这个Q5车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跟这个驾驶白色两箱车的这个驾驶人 他们俩进行了一段比较长时间的交谈 你看他们这个关系是比较亲密的 办案民警截取了两人在监控探头下最清晰的图像 与之前在酒店调取的监控画面进行比对 并确认这两个人就是在1月26日凌晨 入住酒店的犯罪嫌疑人陈某 以及那个身份不明的男子 办案民警确认 这两个人就是2016年1月25日晚上 盗窃车户内高档白酒的犯罪嫌疑人 那么陈某身边的这个男子到底是谁呢 我没有通过小机监控锁定了这个白色Q5的这个车牌子 发现这个车牌子也是假的 犯罪嫌疑人十分狡猾 频繁利用假牌照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是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办案民警将计就计 通过这副伪造的牌照 插照白色越野车最近在承德市内的行驶轨迹 我们一直追着这个车 它到我们市区的某个酒店停留了一晚 办案民警马上赶到了犯罪嫌疑人曾经入住的酒店 并且通过酒店的当机信息 很快就锁定了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成的是本地人张某 至此我们锁定了这起盗窃案件的两个嫌疑人 一个姓张一个姓陈 通过调查 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竟然有犯罪的前科 这个张某有一个合同诈骗的前科 他曾经开过一个广告公司 也是因为合同诈骗被判缓刑期间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已经确定 抓捕时机逐渐成熟 就在这时负责视频研判的民警发现 犯罪嫌疑人在2016年1月26日下午 似乎又有了新的行动 民警在犯罪嫌疑人藏匿脏物的小区监控中发现 2016年1月26日13点45分 犯罪嫌疑人张某驾驶白色越野车来到小区 与他同行的还有两辆北京牌照的轿车 随后三辆车停在了犯罪嫌疑人藏久的车库门口 几分钟之后 犯罪嫌疑人陈茂所驾驶的白色两箱轿车 也赶到了小区之中 随后几个人都聚集在了车库门前 虽然监控画面不够清晰 但是能够看出 一直有人往返于车库和门口的汽车之间 从这个监控路上看 他们搬运的这个东西应该就是被造的白酒 两辆北京牌照的汽车在停留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相继离开了这个小区 一是他们是找到了消赃的途径 把这个酒给卖出去了 白岸民警没有想到犯罪嫌疑人在刑窃后的十几个小时内 就已经找到了消赃渠道 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的抓捕行动已经刻不容缓 2016年1月28日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三天 双桥警方在承德市区内 成功地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张某与陈某逮捕 两人对盗窃高档白酒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紧接着 法案民警赶赴北京 将非法收购赃物的犯罪嫌疑人杨某等人缉纳归案 并将被倒白酒全部追回 審讯过程中 民警询问犯罪嫌疑人张某 他们是如何进入车库的 张某的回答让民警感到惊讶不已 他从那个通风口 那个架设梯子爬到通风口端进车库 最后张某交代了他和陈某 从2014年开始 就一直在承德市内进行盗窃活动的犯罪事实 也在承德市的两个小区域的地下室实受盗窃 根据二人的供述 犯罪嫌疑人张某与陈某是高中同学 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大学毕业后张某开了一家广告公司 陈某就在张某的公司打工 广告公司也是有诈骗的前科嘛 没有正常的经营下去 也是濒临倒闭 生意上的不顺利给张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从2014年3月份开始 秋塞心切的张某或同陈某 频繁出现在承德市内各个小区的地下室中 盗窃高档白酒 并将赃物转卖 犯罪嫌疑人张某就居住在本次案件的被盗小区 而案发的前几天 他曾经注意到有人往被盗的车库中搬运白酒 而且都是价值不菲的高档白酒 然后他就起了这方面的外心思 在刑切之前 张某特意对车库附近的环境进行了了解 并制定了详细的盗窃计划 2016年1月25日11时30分 两人驾车来到被盗小区内 由于犯罪嫌疑人张某身材比较消瘦 就先由他利用梯子 钻入几乎没有防护措施的车库通风口 由此进入车库 而此时犯罪嫌疑人陈某也一直在车中观察小区内的情况 在进入车库后 张某利用技术开锁的方式 将车库中的防盗门打开 然后电话通知陈某 然后把这个为了白色的轿车 然后到这个卷帘门门口 张某在车库内将外面的卷帘门打开后 两人便肆无忌惮地将仓库中的高档白酒 转移到了自己的车上 由于车内空间有限 他们无法一次性地把所有的高档白酒全部带走 他们为了方便第二次运输 然后找了一个小木方 小木的块 然后垫在这个车所 那个门卷帘门下方 把这个车库门虚远着 然后二人快速驾车实力现场 再将第一次盗窃的白酒 转移到张某提前租用的车库后 两名犯罪嫌疑人又来到案发现场 进行了第二次盗窃 由于张某提前就在网上联系好了 收购高档白酒的买家杨某等人 所以他们能够在案发十几个小时之后 就将赃物成功脱手 双脚警方迅速地侦破了这起盗窃案件 也让案件的受害人感到十分欣慰 没有想到公安警官能这么快 把这个酒都给我如说的都给我追回来 这一点还是非常地感谢他们的 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双桥分局民警 在这里提醒广大居民 一定要提升存放贵重物品场所的安全等级 避免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 黄道门车库门这个锁要换成BG锁以上 防止人家进入开锁 而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张某和陈某 因为生活上遇到挫折便自保自弃 进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公安部A级通缉令尹群僧南 1985年8月12日出生户籍地 河北省饶阳县刘楚乡东隐村2区21号 身份证号码131-124-1985-0812-2256 该男子为重大盗抢骗犯罪再逃人员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提供有关线索 发现有关情况请及时报答110报警 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以及检举揭发有工人员 公安机关将给予奖励 东庭湖畔 世界实地公约的重要组成地突发起案 史无前例的数量 嘴边莫名其妙的血迹令警方心存疑虑 犯罪嫌疑人自日投案 侦察员却为何接连数月外出取证 动停秒伤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